朋友们我现在到了白山市 其实在刚过年的时候 我就有打算 我就想去朝鲜的边境 或者是说朝鲜 俄罗斯和中国这三国交界处 能体现出不同风情的 就是说有点异于风情的 或者说能体现出朝鲜族的 生活特征的这些地方 能体现出他们的民风民俗的地方 我想去这种地方 玩玩看看待几天 想是那么想的 但是咱没有真正走起来 也不知道真正去了那地方 那地方现在是什么样 毕竟我没去过 所以还出来挺兴奋的 我就扎根在白山 其实白山这个地方 是一个很好的地理位置 它离鸭绿江又近 离朝鲜族自治州 也是在它滚车范围内的 还离天池 天池也蛮近的 离好几个地方近的 所以我就在这扎一下 然后从这不管去任何一个地方 乘车都方便一些 我要去的那些地方都不通火车 要么一天只有一辆大巴车 特别早的那种 交通都不便利 所以在白山这地方还是挺有安全感的 我给大伙看看 我花了86块钱订的房间 在这种地方86块钱 不便宜了 给你们看我的房间啥样 这是一个商务型的房间 因为商务我觉得干净一点 不喜欢那种什么情侣的 情趣的什么的 虽然价格差不多 但总觉得脏和恶心 商务的简洁 感觉是干净 从视觉效果上看 它这个洗手间很大的 洗手间这边有个帘子 就给它洗澡的时候给它隔断 这些是抬盆 下面有一双拖鞋 镜子挺明亮的 上面是电热水器 然后这几个毛巾 商务用的毛巾你敢用 你插插脚什么的 洗个澡 大致插身体 我自己带毛巾子 插脸 水膜 我都用自己的毛巾 插脚什么的 用他们的毛巾 这个是淋浴器 我觉得还可以 我就喜欢洗手间 面积大 这个房间 它说有18到22个平方 其实没有 我觉得15个平方都没有 很小 这有一个 反正我平时把这个地方都放包 我也不知道它放什么的 这是电脑桌 办公什么用的 挺干净的 空桥我开的 觉得花了钱 就应该享受这些待遇 这床好大 这床 都感觉不是一米五 像一米八的 正方形 我感觉是一米八的大床 还行 还算满意 不到一百块钱 八十多块钱 不到九十块钱 你看我这箱子 我要不知道这套的话 你说我这箱子得装成什么样 这套是新的 乘飞机 有车什么的 摔来摔去 你看 多整 如果我要不放这个套的话 我这箱子 它是塑料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塑料 就是很难插 我家还是淡颜色的 这个时间段 咱就可以把这箱子打开了 等会 干净吗 亮着吧 你看看哪都干净 转不了身了 我一会儿洗个澡 刷牙洗头发洗脸洗澡 休息休息之后去吃饭 白山这地方蛮好的 叫白山是吧 一个白山是可以长白线 我老是搞不清楚 我住的地方稍稍偏一点 虽然偏一点 但是周边配套很齐全 什么药房 邮局 超市什么都有 我龙虾就是公交车站点 很近的 哪哪都方便 听听音乐 洗个大澡 什么歌 什么歌 一般我喜欢听纯音乐了 谁 野子 这个好听 这个好听 这就是我配的音乐 吉他版的好听 洗澡 刷牙洗脸 穿套干净的衣服出去玩去 我要在白山休息两天 然后再去下一个地方 为什么会选择白山 我看一下地图白山周边 挨着鸭路礁 挨着长白山也近 然后超限度自周 反正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对我很有利的地点 所以我先在这休息一天两天的 再走 这光线好足够 不愧是北方的阳光 我现在在白山的正街 我要去吃点东西 因为我对哪都不了解 不熟悉 我也不知道去哪 所以我就坐了一个线车 坐到这个站点 反正我就下来 我走哪涮哪 好帅 我先走走太阳再说 北方的城市就一大特点 一条笔直的正街 你从东走到西 和从西走到东就行了 啥叫囚老虎 就有在北方的城市上看的囚老虎 东北的囚老虎来了 帅 晒蒙了 就中午这段时间 你千万别出来 以后留个心想 中午这段时间 如果你也不想吃什么 好一点东西 你叫个盒饭 点个外卖 送外就行了 别出面挨晒 看肉段 糖 凉了再运了 来到晚 不是饭点的时候 能吃就行 不调 粉条炒还行 好吃 能吃饱就行 16块钱 这个盒饭 米饭可以随便添 但咱饭点小 咱不能先 我刚才是真的饿了 其实在东北 这个物价不算太贵 16块钱 两婚两素 你看这么大一盘 我就属于大食量的人了 我都吃不完 本身给我盛了好多饭 我说你吃不着这么多 你还是放过去一些 要不也是浪费 东北啥都实在 我觉得在东北吃盒饭就能养胖